Jerry 企业在上市前应该做些怎么样的准备呢 我建议企业在上市前 首先在早期决断的尽早向专业人士进行咨询 那么我所认为的专业人士是包括了法律顾问 会计师以及保健人等等 因为这些专业人士对联交所上市的要求 以及最近联交所对你上市企业的审批态度 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 这样的话会有助于少走弯路 此外如果有那些专业人士对你上市企业 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的话 这样的话可能会尽早发现 你IPO企业的他们这一个上市的一个障碍在哪里 以及一些重大问题在哪里 并提取一些解决方案 这样的话呢 你上市企业可以基于这些专业意见来制定一个上市计划 那么其次就是IPO企业一般都会进行一个集团重组 这个主要目的是将企业组织成一个 适合上市的这么一个集团架构 这种集团重组一般会在提交上市申请前不久才进行 但是呢某些情况下呢可能会提前进行这个需要企业注意 以免影响上市的这么一个进程 那么最后一点我想提到的是呢 就是说企业在preIPO前呢 一般都会引进一些战略投资者 那么这主要的目的呢 主要是第一利用战略投资者的资金 第二主要是利用他们的这个丰富的业务经验 但是引进投资者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投资结构呢可能会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 以及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会构成一个影响 这个企业需要深重考虑 一般来说呢那个战略投资者呢 他是通过企业上市以后啊 将他所持有的股份进行变现来进行获利的 同时呢这些战略投资者呢 他可能会要求一些特权 但请注意一点呢 这些特权呢可能会构成一个上市的障碍 因为什么呢 严家所他会考虑这些特权 在将来上市以后啊 可能会得一些公众股东构成一个不公平 这点也是企业需要特别考虑的地方 以上是我认为的企业需要做的一些准备 在preIPO前 依据你的经验 一般中国企业在上市过程中 常见的财务问题是什么呢 就我们对中国企业的了解呢 首先呢是因为早期啊 中国的民企呢 它为了那个避税的目的呢 普遍会存在另外两条账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需要在三连业绩记录期之前呢得到解决 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税务啊和那个社保的问题 部分中国企业呢在以往存在少交税 漏交税以及无险一金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是构成了上市的一个实质性的障碍 也需要呢尽早的补交税款和社保 此外呢企业经营成果呢 是否会存在过度税收依赖啊 存在上市前三连中赏兽的那个税收优惠政策 会不会存在和国家税收法规不符的情况啊 这个在企业在上市的过程中呢 也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那么第三点呢是涉及到企业独立性的问题 这个呢是否会存在对控股股东啊 或者单一客户啊代理啊 在业务以及融资上呢会出现一个过度依赖的问题 这个需要企业进行一个关注 第四点呢是这个企业持续盈利能力的问题 这个主要体现在呢就是收入的那个结构构成啊 及增减变动啊 毛利率的结构构成以及增减变动啊 利润的来源的持续性啊 和稳定性的这么一些个问题 第五点呢是大股东的资金占用 以及呢 离上市企业呢为大股东啊 和关联企业进行担保的情形 这个也需要全进行关注 第六点呢是关联交易的问题 为避免大股东呢 操控上市公司将有关利益来转移至大股东呢 进而呢侵害小股东的利益 这个呢也避免将来就是需要逐项披露 这种关联交易的麻烦呢 应该在重组的时候呢 考虑呢将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呢 这些必不可少 以及经营性往来的关联公司呢 和上市企业呢一块打爆上市 这是我们的认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